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我烧的好多人说三福天最适合雕春了 我查了下资料 虽然天气热但是每升高一度 基础代谢就加快12%-13% 只有吃的对才能让你事半功倍 这是其中我最喜欢的高粱子食材 第五名大虾 不仅热量低蛋白质含量还高 第四名玉米 它可是粗粮饱腹感极强 第三名西兰花 上市纤维是黄瓜的五倍 第二名香菇 不仅迪卡味道好 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还高 第一名的热量和喝水差不了多少 你们猜猜是什么 神采管理期间早餐是一定要吃的 告诉你们一个早餐的万能公式 优质烫水加优质蛋白 加维生素加上市纤维 早餐一定要均衡一些 母餐的话就以优质蛋白为主 比如鸡蛋香菇下肉鱼肉 这些随便的炖锅汤 稍微调味一下味道都很好 而且中午还是要吃炖热服的才舒服啊 晚餐尽量吃的少以熟菜为主 表上是纤维的食物 能带来极长时间的饱腹感 这样就不容易吃宵夜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多喝水 快做给你爱的人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